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二次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 新华社消息 香港文汇报今天发表社论 列举今年元旦以来的大量事实 揭露李登辉继续在统一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 文汇报的社论指出 进入96年以来 台湾当局不断放出希望改善两岸关系的言论 但同时却以金钱收买个别非洲小国 不断在国际间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社论说 李登辉还加紧扩充军备 并扬言要用海军武力 对付在台湾海峡作业的祖国大陆渔民 社论指出 李登辉的实际行动与其改善两岸关系的言论背道而驰 其目的无非是试图化解两岸人民对其搞台独的强烈反应 一旦他在今年三月所谓的总统选举中当选以后 再假借民意推行其分裂主义政策 因此李登辉改善两岸关系的言论是假 继续推行分裂祖国的行动 是真 昨天长江大堤彭泽马湖段18特大塌方事故的原因已经初步查明 根据国家防总汇集专家意见得出的倾向性结论 事故是由于长江主航道难移 长江水位偏低 这是岩浆堤坝成倒旋状所致 总指挥部办公室在江西九江市召开了长江大堤彭泽马湖段18特大塌陷事件专家分析会议 议会同志在多次实地调查和进行综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倾向性意见 这次崩岸塌陷事件非常典型 为长江崩岸时有文字记载以来所罕见 建议继续从地质构造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为治理长江全县的崩岸问题提供参考 据了解 彭泽县马湖段大堤大面积塌陷的主要原因是 长江主航道难移 马湖段大堤位于长江南岸 处于长江主流由西偏北方向折向东偏北方向的顶冲地段 由于附近小孤山彭廊基等处的卡口的阻流作用 造成低岸角呈倒旋状 加上目前长江水位偏低只有7.3米 而临江底角复方21米 使水深达28米以上 导致了大堤整体塌陷 这次会议研究并确定了 马湖段轻堤护岸和抢险整治的方案 九江市及彭江县正着手抢修大堤 并开展了轻堤护岸工作 近日内 机器化施工队将开赴马湖段 4月底长江汛期到来之前 可以基本完成轻堤护岸工作 会议还同时对长江江西省段大堤的整治提出了要求 这是江西九江台报道的 新华社消息 卫生部最近发出通知 决定在全国开展肝病健康教育系列宣传活动 据卫生部提供的资料表明 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 其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人数 约1亿2000万 丙型肝炎的传播和流行也十分严重 目前我国感染以肝病肝人群中约有3000万人逐步发展成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原发性肝癌 而各种肝病的慢性患者和肝癌病人目前上没有特效治疗药物 每年全国仅此项医疗费用就耗资约300到500亿元 给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和负担 这次为期三个月的全国肝病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目的就是要增强群众的自我保健和参与意识 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 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从昨天起简化了出入境办理手续 使中外出入境人员办理证照的等候时间大大缩短 这项新的办法实施以后 外国人办理出入境证照手续 从过去的60天缩短到20天 中国公民办理出境手续 由过去的30天缩短到20天 即见10天特殊情况例等可取 在过去仅零表一项就要带上境外材料 各级介绍信身份证等证明 然后还要再盖上七八个章 要办齐手续得花上很长时间 据有关人士透露 在执行新规定的当天 他们就办理了300多个证照手续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好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本台消息 1995年 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2808亿5000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18.6% 机电产品仍然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 日本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上海台消息 日前首架卖道90飞机的平安定面 在上海完工并交付美国卖道飞机公司使用 据了解 卖道90飞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旅客期之一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生产这种大型部件 四川台消息 经国家民航总局批准 成都双流机场更名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目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已经与国内52个大中城市通航 拥有54条国内航线 据介绍 这个航空港年客户吞吐量居全国第四位 浙江台消息 我国第一只白甲长臂猿 最近在云南各旧市宝华公园繁殖成功 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长臂猿 饲养繁殖的一项空白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臂猿 过去曾被认为是不易繁殖的珍稀动物 特别是在人工饲养的环境当中就更加不易 这只幼园自1995年10月出生 至今已经三个月了 目前幼园生长发育良好 本台消息 目前台湾岛内酸雨已经普遍化 据统计去年7月以来 除了屏东县的恒春以外 其余11个地区都曾下过酸雨 近年来随着台湾重化工业的发展 岛内大气污染日趋严重 虽然台湾岛内各地设了16个空气质量监测站 但这些对岛内正在恶化的生态环境 并没有实际的改善行动 日前恐龙之乡四川自贡市 出土了一个巨型恐龙化石 这个化石是在自贡市 一个施工工地的地下一米深的岩石中发现的 这具保存相当完整的巨型西角类恐龙骨架 据专家们鉴定 埋藏在晚侏罗纪距今约1亿5000年的 沉积紫红色泥岩之中 骨骼集中分布在大约15平方米的范围内 共计170多块骨骼 化石的完整程度在85%以上 根据谷歌推算 这具恐龙身体全长约20米 背高3.5米 头台高度可达10米以上 与著名的亚洲第一长龙 河川马门西龙大致相当 这是四川台报道的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稍后是体育新闻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